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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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老师先得知这个消息 他从微博上发过这个消息之后 大家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因为完全是心理上没有任何的准备 然后也非常的难以承受 当时我觉得心里好难受好难受 我不敢确认这个事情的增长 然后这个时候就不断的有戏民 还有各界人士发微信过来 然后还有打电话 直接打电话给我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手足无措 因为刚才前两天 我跟师姐通过电话 师姐还说 她说温落是蛮好的 他们打电话中 通话中还通了很长时间 当那天晚上九点多钟 飞机找了我 打开手机的一刹那 映入我眼年的满屏斗士 一代重视陆景花在美国 去世了 悲痛在哪里 因为远个千里 什么东西都不能为她去做 这一定很苦 一直在想一想 想一想 过去和先生在一起的一些 情景吧 包括如何学艺的 都浮现在眼睛 陆派唱腔是在马张花 四公调的基础上丰富提高形成 特点是音色 明亮纯净 行腔舒展松弛 土字清晰入耳 字具特色 被称为陆派 善功穷生和金生 代表坐有珍珠塔中的房青 彩楼记中的吕蒙正 晴探中的王魁 盘夫中的曾荣等 傅全香和陆锦花主演的晴探 在1958年 由江南电影制片厂设置成黑白电影 四十年代大中华 百代百歌等唱片公司 冠着发行了有期演唱的 一缕麻 教女心 香飞 黑暗天堂 礼拜六 一等剧唱片多长 建国后 中国唱片社冠着发行了 有期演唱的 盘夫 刑探 披山旧母等剧唱片多长 在人才培养方面 少壮乐剧团时期 曾收过二十个早期弟子 参加华东戏曲研究院 乐剧实验剧团后 师承路派的弟子和传人 有曹银帝 许杰 夏赛利 黄慧 廖启英 求巧方 举标新 张玉峰等 铁锋里的老中 找我带我 一帮小人一帮 你呢没有老师 我说对 他说我告诉你 我看你 买分析了 经过的吗 我说 我这个人这些 那么他说 我老师听欢喜你的 我说我来做解说你 就这样一人呢 所以老师就叫我 等我去叫 对我老师 故心没没得了 你就找我带来 所以说 伯母要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日本的日子 无日常复典 我那里在对的日子 小米小小小小小的时候去 常复典 他说 要伯母去给小山 给他 给他 他说 他说 那么当人快应远 因为 某日 加一凌鸟三 他们说 我在想 谁是 美的方 好多 这个叫一百四百 谁是经着吃 那我一生说 怎么办 那有人说 他们说 你应该听我说 接着他开口了 那我就说 好 给 就那次 跟着老师 14岁跟他 一起跟到女儿一岁 那大爸在里巴的清唱节目 里巴的我唱好网坏之后没有 那雨晰峰老师 下一次开心 没空了 小阳里面 雨晰峰老师叫我过气 那我来想 雨晰峰老师给他表了另外一个科技 三十天开心了 那我就过气了 我过气了 雨晰峰老师三十天 一个 龙老师唱了啪啦 我就想到某张货了 一个小路 小路是他们对陆老师的昵称 就是都叫他HP老艺术家 全部叫他小路的 一个小路呢 一个庄墙就是根据某张货庄墙 延伸而来的 成了他自己的路牌庄墙 他说 现在龙老师小路 我去别人 一个龙手坚赢 行超老婆 就做一个去别人了 等我给你听呢 我就晚上 龙老师 来到三百路了 龙老师可见我了 龙老师可见我一个 你的呀 天生路也在盖庄老婆了对吧 一个 哎呦我真开心 一个龙已经成名了 龙成名了 因为龙从无路上 是某一个地方的 还贵到 我刚刚遇到 我当着一个 内心的想法是 还想法人 我 龙老师都知道了 一个龙老师都搞了 龙老师都搞了 龙老师都搞了 那我记得好像是 在七十年代末吧 可能七八年的 五位 七九年从 因为有一次 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 那么 学本的领导 都带了龙老师进来 我们在 唱唱课呢 他就旁边听 旁边听 然后那个时候 确实不知道 所以就是 这么大家的 右派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 那么 那么过了两天以后 我们重新 那么 学本的领导部门在里 说 我们打算 另外再开个班 另外一个刘派 那么 就把我 还有两位 还有两位 有几个嘛 三四个 就是 换到这个 龙老师 他的那个唱唱主曲 那个时候 一下子说 还能有一些 这边 我又不熟 而且我感觉 我翻盆那个时候 唱得还可以 怎么给人换到那里去呢 那么反正那个时候 反正都是扶手领导的安排 那就过去了 实际上 以后呢 和龙老师接手当中呢 那么 是从 其他方面 我可能知道一些 可能是 那一次的唱唱 那个唱唱课 龙老师来看的唱唱课 可能他 挑了几个 那我也就是起床之一 是因为家庭很困难嘛 我 我的母亲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就是 不幸就是说 门槛上面搬了一下 就是瘫痪掉了 那当时呢 塞飞姐姐呢 已经在乐剧团了 我其实还在 读初二 那么后来就说 哎呀 那么家庭也困难 然后就是 外婆养我们的 那她说 那你就去穿乐剧吧 然后在一千人里边 我就被 呃 层层筛选 最后就是 变成了这个 二十几个 演员里边的 其中一个 那当时就是 也没有封什么 你是唱 唱小声 还是唱花干 然后就大家 反正就是 基本功学习 呃 到了 十四岁的样子 就变嗓了嘛 然后就是要 那个时候要参加 一九九二年的 小百花会演 然后就是我们老师 拿了一个折制器 宋花楼会 那么当时就说 宋花楼会 呃我的老师是 徐春凤老师 就齐蒙老师 徐春凤老师 也是徐玉兰老师的姑妈 就由她来教我们 演这个 这个宋花楼会 结果呢 在九二年 整个浙江省小百花会演的时候 一炮打红 那后来呢 我的姐姐 赛飞呢 是在呃 代表代赛乐剧团 是表演的一个断桥 她演白树真 我演那个文毕正 结果他们一看说 哎呀 这不是亲姐妹嘛 结果把我的花蛋给换掉了 换成了和赛飞 结果这个宋花楼会是 真的是 真的是演变天下 那个 不管是从亚洲 然后又去了欧洲 好几个国家 又去了很多很多很多 新加坡啊什么 所到之处 呃 现在不管我在哪里 不管我企业有多成功 不管我年纪 小百花变成了老百花 就送花楼会 就是变成了我的成名作 那么从此以后 我跟陆锦涛老师 这种渊源也分不开了 我们团里呢 是2000年给我排了一个 珍珠塔 陆派的一个经典剧目 当时也是作为一个 就是看家戏 就是吃饭戏演出的 就排练的 那么演完了以后 呃 在演出当中 哎 不断的得到领导啊 还有就是观众的认可 呃 包括其中我们原来的 前法城老厅长 他看了以后 就主动给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标题是叫 好一个路牌小生 呃 包括还有那个 我们沈祖安老师 呃 评论家 戏剧评论家 也给我写了文章 嗯 应该说 珍珠塔是 让更多的观众 更多的 呃 老师们认识我 并且 认可我的 所以排了 当时的话 我也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 嗯 排一个戏嘛 嗯 这一月来说 男女合眼团 女子 呃 我一个女小生有一个戏 我觉得也是 蛮欣慰的 当时啊 那么后来 有一天 嗯 我接到一个 很 也是很意外的一个电话 是上海的季乃贤老师 给我打电话的 他说 小廖 他说 嗯 我看了你的珍珠塔啊 我觉得很好欸 啊 我说 季老师谢谢你啊 他说 嗯 陆老师2003年的时候 他说啊 就是那年那年 他说要回来了 他说你 就是意思你想不想拜陆老师为师 这个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想过 想都不敢去想的 这么一件事情 啊 我说 季老师这是真的吗 他说是啊 他说陆老师要回上海了 他说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你能来吗 那我说 当然太好了 这个是 我说季老师 这个真的是 我说我都想都没想 不敢想的事情欸 真真的成为路派弟子 就是拜祷在路派的门下 呃 当时的情景我也印象很深 我感觉自己都是稀里糊涂 蒙里蒙瞪的 嗯 就是那种心情很难形容 就觉得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02年就是由我们领导 谢团长的关心 带领先生去拜访陆老师 因为陆老师回国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美国太远了 回来一次非常不容易 所以呢 我团长去拜访的时候呢 我看到老师呢 真的是非常慈祥的一个老人 他的幸福啊 就像他的唱一样 非常的清纯明朗舒展 他一见面 他就这么说 他说 李巧芳啊 路派 喜欢你就喜欢 不喜欢你就不喜欢 你们有 心去发展 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从这几句语言当中 我可以感受到老师 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明朗的一个老人 记得在 无上中学的时候 那一年生日 爸爸送给我一件生日礼物 就是 一盒 乐剧 陆锦花 藏墙专辑 喜爱上乐剧 其实真的是从 乐剧电影《红龙龙》开始 他唯美的音乐 清美的故事 把我深深的吸引 而真正让我 很痴迷的 就是我老师这般 磁带当中的所有窗墙 老师那种 清雅 空灵的声音 以及自知送听 深深入爱的 那种窗窗特色 让人讨厌 让人讨厌 让人痴迷 从此我一把 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的路牌 其中的 清泰 珍珠台 还有老师的 彩楼记 还有 老师的 双花轮会 所有 这个磁带当中 或者 我能找到一些 陆老师的资料 我的收集者 来听 来学 来模仿 其实基础老师 他说 我已是进了上海 御剧院 第一个 排的路牌 折子鸡 就是 珍珠塔在前景谷 当时 我 听了他的唱唱以后 很惊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老师的 嗓音条件太好了 他的天赋很好 他的声音当中 没有砸声的 很干净 而且他体现的东西 有一种阳光 有一种青春 有一种朝气在 虽然他的旋律 比较简积 但是 非常难学 越是简单的东西 其实越难学 他的情感很深 味道很牛 所以大家 公认为 他的艺术特点就是 平稳当中出情 平淡当中出奇 所以 所以到后来 我一直听老师的这个唱唱 影响越来越深 更加的喜欢 然后呢 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条路上 把路牌好好的唱下去 当时我没有拜扇的时候 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然后呢更希望 我说如果 有朝一日 能够见到老师 哪怕老师 为我点不一下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很荣幸的事情 把我带进路牌艺术 这座大门的是我的 喜蒙老师 也是我的恩师 曹英帝老师 当时呢 老师 就是 开始 言传身教一些 路牌的一些传统系 从 珍珠塔开始 一个一个片段 然后学了两个学期 在西小时候 基本上就把这个大戏给学完了 然后 毕业之后 到了乐剧院呢 又学习了这个 盘夫索夫 慢慢的慢慢的 从 一开始对路牌的不了解 把妈妈自己一种慢慢渗透进去 然后觉得是 我觉得自己也挺合适 也是非常的喜欢 一路没来的县了 老师带我呢 是个当时的女人 这个当时的女人 一到啥地方 那 我跟了啥地方 一到 她的要好碰于哪里 那 阿拉 跟我 跟了一 跟了一步 所以 老师的贵重 朋友 老外皮 应该说 您等我 杀您等我 就是因为我宋学等了 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 来到这个当时呢 我这个国家老师为您 那些人呢 身教一教 相当 相当 相当重 一个人呢 一个人呢 一个生活作风 相当重 他 从来没有乱七八糟 不重 虚伪啊什么 或是 不让这个人 同日呢 老师是 他没有节省日好 第二个三次 他让节省日好 阿拉阿姨 就算是大人 的话 这个兄弟之面 是正好 打开一道歉 谁认识 哪三人 真的想到 自己一样 从小就是 鬼祖了 所以阿拉阿姨 这大阿姨的育子 比较生 我心胸老虎 快乐乐 从来没法治疗 八小时提 从来没法治疗 但阿拉阿姨 我就是整个 生生的 对阿拉阿姨 影响老师 这位是 祝您啊 这位男人 这位是 阿拉阿姨 这位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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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 大家心目当中 留下了一个 美好影响 因为她老了嘛 年有十 刚起来 影响我好可 所以呢 她也有女一级 到我这三个 其他女人 有女一级 她对我上心里 她当地物级 人家 谁表现有地物级 有酒病 也有男人 对一家 要一杀 过三男人 也在那地物级 我得知道她 我得知道她 她是老 十一时 最新来的时间 她是老 老乞 她是老 她是老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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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 一身 有她 一还 一身 优秀 她的 父愛 所以他很喜欢 阿拉伯斯的时间是死了不死了 文艺的没有啊 没有人是正规的 阿拉伯斯的上个 这个口 上床 那应该我学到 这个这个 真根影师的书 从理论 从这个 他的 必到无美 都是一层一层 阿拉伯斯的女性 第一次服辞 就是病牛嘴 第一次服辞的生育 病牛嘴 病牛嘴 我做完美了 阿拉伯斯 刚刚弄一天了 我刚刚弄一天了 病牛嘴 刚刚没好 一天开始 弄病牛嘴的上枪 学习不给人了 你马上那次我 下期内定 阿拉伯斯 跟他下期兴奋 跟人家 那次我 再次通了一个 作曲 理性 理性就做去了 那次我两个人的女人 去到阿拉伯斯 这个社团 出来 阿拉伯斯就送到 到地 病牛嘴唱枪 就一句一句 帮我搞定 帮我做去 所以我的 在病牛嘴 一次以为了 唱枪了 他们都要做了 因为这 老师帮我做了嘛 他们那时候 他在仔细地讲 就每次到排练场 他都会仔细地讲 他的动作怎么做 他在台步怎么做 他在台步出去 像我们小生一般 台步出去 腿是这样出去的 对啊这样出去 打耳鼻上 一个耳根 一个打牢 耳鼻嘛 因为是耳子的 你吹个领起来 人家突然痒 打牢 打牢 使他又走得漂亮 这东西 你要练 那么 实际上他出去的 他是这样出去的 他是后跟这样出去的 那这就是陆老师他独特的 独特的他的针对啊 针对就是 阿比萨 也就是珍珠塔里边 他用这种台步 他是这样走的 这么台步 我实际上在练的当中呢 他也一直跟我说 这家伙实际上不行 吹上土耳来 离 那个土耳 那被听到声音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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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我那声啊 那嗨啪啦啪ats 那种感觉就能 反正被掏下来嘛 那个嗨啪啦啪 就那种感觉走 那么实际上 每次排练场 到排练之前 他必须 走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先把这个台步走啊 这个印象很深 实际上在做人方面 我刚才又说 他真得是一个 又是个演示 又是很关心我们 很关心的生活当中 也确实很关心 冷啊 不行啊 啥子保护好啊 到后台 化妆 她亲自帮我化 服装 亲自穿 她很跟我开玩笑 小家伙 你个子这么高 以后我帮你穿服装 戴帽子 我又架个梯子 我才能够得着 哎呀 现在想想 都这么年轻 马力族五代 五代家马力族呢 有一阵子往菩萨掌柄 请马力族到我里来开柄 那一阵子呢 有一阵子长枪 一阵子好像流入没光 大家在那儿回戏 那阵子长枪呢 还是老师帮我一道高 我来老师我里 老师帮我一道高 一句一句一道高 其实一阵子和我一样 和我一样 那些是刚刚 嗯 忘带清 那那各地长枪 各地长枪呢 老板米岛啊老师 老师做的 所以这边是比较美 但是呢 老板米岛呢 相当牛肉 以前好像 教会地方在那里 有个局各地长枪 那么我个人呢 这个二阵子老师 给我们老师帮我一道高 我老的用心 到了2002年的时候 见到陆老师以后 我就跟陆老师说了件事情 陆老师你知不知道 南京有一个赛利乐迷俱乐部 那是一个大几百号的人 所以就说 我就把他陪到陪他到了南京 那个时候有三四百号市民 文廷陆老师来了 就全部赶到了 我们租了一个大的剧院 就是然后在这个剧院里边 然后当时就是离园 内外的这个这个两个主持人 就说了说今天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是一辈子想着要见老师 要拜陆老师为师吗 你赶紧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我就深深的一个90度的大主攻 我就陆老师那个时候 哎呀就是拼命把我扶起来 然后就是鲜花 他们把鲜花都递上来 这个是历历在墓 我是不会忘记就是说 也许就是缘分和机会 03年老师真的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那时候我鼓起勇气 就是跟那个老师搭档的 那个老弹演员金音峰老师 还有那个育剧院的领导 我说了我的一个心愿和要求 我说我希望能够千心搭桥 去见一见老师 是否能够老师收尾为学生 当时呢 院里面跟金老师呢 也非常支持的 他就跟陆老师联系了 联系以后呢 那天就到老师家里面去 老师呢 就像考官一样的 我记得他坐在沙发上面 很灵巧的 人虽然很瘦小 很灵巧的这么一个人 他看了我的录像 看了录像以后呢 当时我记得他 还指点了我一些小的地方 也是前进锅 这就是那一句 那日的清晨 这一句 当时他在那个 我的那个笛篇里面 看到的是 那个手指 我是朝着天的 其实它是不对的 它是你指着里面 是你出场的那个地方 是离家的地方 不是指着天 家不在天上 老师看得很仔细 我影响很深 他就是通过各方面的考虑以后呢 等于收了我这个学生 就在简单的一个仪式下面 背了老师 从来的那里 我心里的老师 把他说些了 给你一样的声 那么老师 我越长越回忆 越长越回忆 为啥道理你 老师的老师 有九个人 我听到有九个人来说 老师叫老师 我想起发动你 我跟他讲个中学 我跟您 根本得越界老师 之岸 根本把东西 越界老师 是什么事 老师 老师没头晓的 什么流派都有一世纪的大事 所以我影响流派 流着那四米浪大家 整人 都到贵宗人口 也肯定有一个 多大的优地的大事 比如说 唱到儿子 我越来越喜欢老派 为什么老派的唱家 有可能做这个大事 因为我儿子 不是要搞张云峰吗 那要搞张云峰 那搞上 这时候 其实是个根本要出头 这个流派的大地 流派的优地 刚刚要出头 最后去流派的优地 再去搞报上次 那么这个出头过人当中 对我来讲 有日一次和约 有日一次地 搞个机会 那么我始终搞张云峰 我对流派越来越混习 越来越厉害 那么我一门行事来搞 就是说 我流派的大地 像老师的唱唱 对吧 有些人听起来 是否很简单 不像有些唱腔是 一下子高潮 一下子低潮 他的起伏没那么大 但是他的唱腔 非常清纯 跟脱俗 而且他的韵腔 是非常流畅 跟松弛的 让人不紧张 好像一样 你刚刚听老派唱腔 随后走了 手法里的响人 还有他是轻易明亮 跟老老师的上音 是非常明亮清澈的 唯一最多的大地 老老师是用一个 别强国民的老强国民 这个吉他流派当中 哭一个没少的 我们批判刚 老老师的别强国民 经常聆听用 心啊 情啊 情啊 灵啊 这种文唱的聆听用 一点就别强了 这个家具好听 而且 离到家人的家具走 这个视频迷你 就给你迷了这种地方 后来是 泰老师出去之后 他是02年 我记得 回来之后 举办了一个 那个 录拍的演唱会 当时我也算是 小辈属于是第三代吧 这样的一个 就是弟子 然后也有心参加了 这个演唱会 我演的是 记得应该是 后见谷 然后那个也是 第一次见到 泰老师的本尊 真容 然后就觉得 哇 一个非常非常 清爽 然后非常有气质的 一个老人 他是满头银发 非常非常的阳气 皮肤也雪白 然后讲话呢 就是也是非常的 节奏很慢 然后讲出来呢 他都是那种 老上海的那种 上海话 就觉得特别有韵味 跟他唱腔一样 然后人也是非常的 和哀可亲 因为老师塑造的真容 也是 真的是很 很细腻 我会看他的一个细节 比如说 他老师有一个 有一个 戏 有一个表演 他是这样的 就是 他在 跟那个前盘付的时候 就是 暖儿云有四方子 后续挂虑家乡 他唱到这个家乡的时候 他会那种 内心的东西就是 我的家里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我已经是被奸神 被你们 就唱给眼脸正听 被你们已经是 我已经是 没有亲人了 所以他流露出的那种 无奈和那种 让人看了 会心酸的感觉 那个表情 然后他马上 我是唱给眼脸正听 我不能在他面前露出这个表情 所以他架下 他马上换一个神情 就这种小的一种表情 我就觉得是 刻画人物的一种细节 真的是值得我们去 好好的去研究 去回味 就是老师这种细小的地方 哎呀我觉得老师这个 特别他那个眼神的表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在细校好像还有一次 汇报演出 正好也是在老师回来的这一年 我汇报的是爹雪 当时泰老师 嗯 还特地到细校来看我汇报演出 看了之后他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觉得好像 嗯 在他原有的这个基础上 我还能把一些 城市的一些武功技巧 都能加入其中 给西增色很多 所以当时他也是非常 语中心长的 嗯 说了一句 曹英帝老师功不可没 你不能忘记老师对你的教诲 我说那肯定肯定 嗯 嗯 因为老师一方面的体育 他的体育 应这了 好听 知道 旨人 所以 Luke 能 Alcohol 能和以前自己 好喝一个 钱 任中 中过去 因中过去 所以才ällt 整个好听 而且 количество 唱到 句句日送到 九中个地 过他为止要切不住 过你为止要切不住 切不住为止送大汉 送大汉远 这个通日能 第一半天还是这个生意 还没半天还是这个生意 有一次得如何马上一发送 走到一边 一车马上一来了 不能一车定义了 那票子已经没出去了 怎么办 他讲这个 一周五节马上送你来 那这个是怎么办 这个人就打掉用我 叫我定王旗 定 三档这五百 三档这五百 我走过来 因为我睡成是等了后来更了一 开一个场开一个洞 只更了一 但是毕竟 但他一个距离外 也都远 一生日要定 不是这么记得 往事呢 我说身体不好 一刀一刀一刀 一刀一刀一刀 一刀一刀 在这边习刀 我说到底要开 我才能保持我 那边习刀一刀 一爷去哪里习刀一刀 他说 别人我 别给他生了 等我试这个� 因为那一两点 压力让给他 你想给他做 他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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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老师是什么 那杀戏都我上次当中 老师老奔子是最主要的当中 我对学姐两个年是比较有用心的 学姐呢 学本正志谈 而是老师的一亲自的 我呢 教会学 而是老师之家帮我亲自的 教会唱唱歌 帮我设计 教会学习帮我姿弟 那么 把生意 老师去美国自己 我呢 把他学本正志谈 学本正志谈 我把人家 老师正好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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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得许一把人关 我每一人都在乡 用别急奔 明明正正的急 老师同志是什么人 长枪是什么人 鸡的日子是什么人 我许不急了就等你 那么当我要把你的人关呢 因为老师身体不好慢慢来 我自己根据 我自己救那个 记忆 自己扶把车来 扶到一个人放过他 那么我扶把车来 结果呢 我立把人关了 大巴里长立把人关了 老师在乡里扶了 扶了以后呢 也比较没有意 比较没有意 那么到后来扶把 那是美女的英语 美女的英语扶把 扶把他扶把他扶好 扶把他扶好以后 老师马上报警了 那后来 等我说 我说 我说 我扶把他扶把他扶好 我扶把他扶好 我扶把他扶好 不扶好 我扶把他扶好 并不是说 我扶好以后 你一定要扶好以后 跟着我走 他一直跟我说 这些家伙 你的身高各方面和我是居然不同的 我先生各不是很高吗 他让我做出的动作 是适合我的动作 并不一定适合你的 那么你要从中 你要学到另外一些 适合你的东西 那你一定要不要一朝一世的 沉醉跟我走 你一定要适合你的东西 符合人物的这一块做 我就觉得我先生这一块 确实是真的是太厉害了 陆老师一头银发 皮肤啊 还有脸庞啊 都非常的干净 很有气质 特别是他那双眼睛 久久有神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陆老师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他就跟我讲 嗯 小廖啊 嗯 因为我唱了一段给他听嘛 这个是珍珠塔里的一段 他就跟我说小廖 他说 哎你条件还是不错的啊 嗓音也蛮好听 但是呢 唱戏呢 我们要唱感情 要唱人物 他跟你讲的时候 就是那种很委婉 然后呢 又是老师的那种 呃 对学生的那种厚望 就是准准教诲的那种感觉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感觉到老师这个人 很实在 很像义气 很乐观的这么一个人 他讲的话 都是很真诚的 他每一次跟我讲解的东西 都是他的人生经历 包括艺术总集 从专业方面啊 他也是用他的精力 在引导我 然后呢 他因为也是演员出生嘛 知道我们在舞台上有的时候 翻打了什么 他在健康方面也是非常的关心我 尤其 他最要经历的是 那个人际关系方面 老师也是一直在提醒着我 不唱诗嘛 也挺可惜的啊 就是说 呃 当时许杰啊 还有廖奇音啊 还有一些 就是 他们也都自己在学嘛 也是学得很辛苦的嘛 那总觉得反正 不唱也是挺可惜的 但反过头来讲 他说你在企业界 能够做得那么好 他也觉得挺欣慰的 他就在反正 都一样的 都可以的 他是那种很包容 包容心很强 然后自己又非常有大爱的一个老师 我觉得 06年那一年 老师正海也会上海 探亲 那一年我去当老师的时候 见识非常好 真的是神采一意 只是旅途有点老顿 有点辛苦 其他都很好 状态都非常好 但是09年 当我在洛杉矶 他家中见到的时候 我感觉老师 比上海的时候 瘦了 感觉苍老了 所以看到老师的那一场 我心里很酸 在去之前呢 我就想着 我想 把老师带到上海去 我陪他一起回上海 让我们大家去照顾他 去陪陪他 那天跟老师见面的时候 我们聊了很多 老师也很奉趣 跟我斗去 跟我斗去 说 他是用上海话说的 我爱我 反正在那天 那他在我家里面的时候 我真的想 我想 你让他想 我让他想 今早中西棒 想到了 我都中西来到我 我可以想到他 老师想他想啥 哎呀 我被老师说的笑出来了 81年可能是82年左右 那么团里安排和赵志康 拍了一首是《让婚记》 我这个角色是林德安排 是唱《范牌》 那时候我确实有一些顾忌 都是唱到路牌 怎么一下子唱《范牌》 那么林德说 这个人物必须要唱《范牌》 一个是唱《范牌》 如果是《范牌》和《范牌》太近了 从零有各方面 他说考虑 那么这一点 我马上就到先生家里去了 我想征求他的一些意见 怎么办 我本来唱《范牌》 怎么一下子要我唱《范牌》 我想先生可能会 哦不行啊 会这样说 我倒是没想到 他说好啊 你也好啊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各个流派你都要熟了 对你置身 你将来的发展 艺术上都会有长进的 这一点 小范牌你不要想多 没问题的 但是 你唱了《范牌》并不代表 你就是范牌弟子 或者其他弟子了 你还是路牌弟子 那这一点 我就觉得我先生真的是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把学生当成他自身和自由的 一个参与的东西 他是更多的从艺术上考虑 从你们将来艺术上的发展考虑 那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先生的 记得去年他生日的时候 我还打了电话 祝老师生日快乐 那天他还跟我说他的精神很不错 然后还问我的身体怎么样 那次的电话足足通了 差不多将近20分钟 因为老师平时他是不太能做的 他的这个作物身机有问题嘛 然后那天他跟我讲了很多 然后呢他也得知我现在目前暂时离开舞台 然后他也觉得非常关心我 他就他就说呀 你怎么跟我一样啊 他说也离开舞台 但是他说他老师希望你学到的本领 这么多年学到的本领 千万不要放弃 即使你现在不在舞台 希望你平时还要练习 他他居然后来还说 他说你有没有可能自己想过 自己出去组成一个团啊 就是说从太老师的这些言语当中 也能看出虽然他人在大洋彼岸 但是对我们每一位学习路牌的 获胜晚辈他也是非常的关心 他对这份事业还是 寄予着非常非常的大的期望 所以我觉得路牌艺术也是一个 聚宝盘了 在那上还有记得 我上纽约的时候 也到美国去帮我走九十岁 就过去当地我去亲自老师 做了十三年 结果老师刚才去 我说您的也没当地我呢 说明老师一直很记管我的 就是我还没打电话去 他生日的那天 他做九十岁生日的那天 我没打电话去 他在讲您的也没当地我呢 这个一句我那时并没放开 不过听了 虽然我就为了这个日子 我就当了这地我老师 我想老师解说一下 因为那年的三月份 我正好在生病 我在发疾心肠胃炎 上痛下泄 一个人在家里病了五天五夜 那时候站都站不起来了 所以我那时老师生日的时候呢 我就没打电话给他 我就向老师解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老师想着我了呀 想着我说明他脑海里面 有你这个人 那我就又感动又惭愧 惭愧的时候 我没有打电话给老师 感动的是老师心目中间 还在惦记着 曹英帝还没打电话呢 我现在呢 对我们老师的流派呢 是已经深入骨髓了 所以呢 有您再叫我去告我上次 我说我现在年纪大了 叫不动了 要叫的话 我想我还会认真地 传承路牌的 那么我也把我的一些体会 让我们之间做一个沟通 那么这是一般 而我细笑的 细笑的本科班的学生啊 还有就是我现在呢 也在就是一些票路当中 挑选比较好一些的 我也认了一个学生 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想把路派 这么能力去解禁 尽管说我们小生气的 这么大的一个路派 把它放在光大而已 口字清湿的这种演藏 我觉得路派里边 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这种口 口齿 这种 这种 这种表 唱腔的表现能力 我觉得真的是 包括还有像钱建姑这样的 方青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 能够超越他 这种家庭困苦 内心自傲 内心这种骨气的这种 这么一种书生 我觉得没有人能演过他 这种是我们永久的 艺术归宝 作为路派弟子 我觉得非常遗憾的 就是路老师不能长期的 陪伴着我们 但很快的带领着我们 到他的那个 艺术境界当中去 时间太少 传授的时间太少 这是我们路派弟子的 一生中的遗憾 但是老师您一路走好 我们作为路派弟子 肯定会努力地去继承和发展 当时要分手的时候 我抱歉都舍不得放 我跟老师说 老师 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在路上照顾你 我陪着你 到上海 我们大家一起来照顾 我说 这好杨伯伯 和叶华姐一起跟你回去 我们一起回上海 老师那时候是回答我说 他最近身体不是特别舒服 等身体养好一点 他一定要回上海 他有个心愿 就是为了过根 他说我老师一定要回上海 我说 很为我高兴的应该是 因为弟子一直尽自己的努力 在传承 在弘扬路派 有时候也会通过 像去美国的朋友 他也会跟我说 哎呀 那老师 他说我去看望路老师 我说怎么样老师 他说老师挺好的 也挺关心你们的 经常在问起你们 怎么怎么 我说 谢谢你你去 谢谢你 真的感谢你去看望老师 我说你比我幸福 我说我都没有这个机会 去 我说很想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我顺便去看看老师 总的来说 我就觉得 能够成为路派弟子 我觉得我很荣幸 我很感恩 老师虽然走了 但是路派艺术的这个 聚宝盆老师为我们留下来 然后像老师这样子 太老师这样子的 这些老艺术家们的这种 不忘初心的精神 我觉得是我们这一辈的 生死以后的一些 后生晚辈要学习的 至于一代是那个流派 因为那种医生之一口 一个祝福我上次 蛮苦的 因为 我不能够像吉他老师一样 跟着你们 他们帮币 因为无人来 打烊被我 我爱我能 能能解 我没办法 得人的一个 中国大人都贵心贵心 所以我们活着 进入西人也好 化学生人也好 神障气下也好 得西公司呢 只要靠 师弟 师妹去为人 陆老师和路派 在我心里就是 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我很感激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能选择 路派 并且一直主攻路派 虽然 没能见到 泰老师 是我一个 很大很大的遗憾 但是 我会把我对 陆老师的思念啊 放在我的行动上 更加的刻苦 更加的努力 去钻研老师的艺术 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在 艺术上 我都会 更加刻苦努力 去把老师的艺术 发扬光大 用王维诗人的 两句诗 可以形容 路派的一个特别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他的唱腔 就是 非常有弹性 就是 像 珠子一样的 落在一个浴盘上 会弹起来 这种 这种弹性的东西 非常足 当地时间 2018年 1月21日 陆锦花先生的追悼会 在洛杉矶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 及当地乐迷组织 共同为陆锦花先生送信 学生代表许杰 受上海乐剧院 与国内所有陆派亲传 及载传弟子委托 恢复洛杉矶 为先生送信 陆锦花先生 虽一声淡薄 但尤其开创的陆派艺术 四方传唱 声声不息 独具艺术生命 在学生弟子们的 深情缅怀之中 大师 一应九泉含笑 苛苛 与诸式的神腔 与炯炯有身的眉眼 将永远铭刻入 观众们的心头 大师的艺术生命 在学生弟子们的身上 得以延续 告慰大师 赞借他乡 一席之地 做个游子 其身之处 文化是真正 有生命力的 是可以传承的 所以 我也要感谢老师 陆锦花老师 对我的关心 关爱 我这辈子 能够成为 陆锦花老师的弟子 也是终身无憾 特别是我觉得 对于 学习陆派的 后生晚辈来讲 是非常的难以接触 因为本身就是 跟老师的接触比较少 所以呢 但是我相信 大家会把这种 悲痛化为力量吧 在一生中 没有很多的机会 接触陆老师 等陆老师走了 我们还 作为弟子 还不能 说明 最后一层 真的是 在心中 这可能是一辈子都会痛 作为弟子 作为传人 这个陆派的发展 是任中道远的 我们必须 加倍努力 去继承老师 发扬老师 这个流派 我们会尽力 继承好陆派 让陆派不断地 发扬光大 让陆派艺术 带胆相传 本来我还想着 我说快过年了 前两天我想着 快过年了 我想给陆老师 打个电话 去问候他一下 过年 那么现在也是 成为一个遗憾了 所以当时 给我的一个印象 我就感觉 尽孝要趁早 到美国去了以后 我们联系呢 主要是靠电话联系 那么每年春节 我会一早 就给老师打电话 第一张事情 就是给老师拜点 那么老师呢 接着我第一 我每次老开心 有一日九亿 一千亿 我的老师把你 我告诉一个好消息 我告诉老师 今夜 让他整得搞浓 最让一场位 出负我意外的 以前让老师听到 要对于白杀 一场位白杀 老师通通举及了 不要了 不要搞了 不要搞了 让老师给人 一个大地球 就特别低调 因为我会心里 唯一搞的啥 但是只有你成绩 我对港人员 非常高兴 非常开心 一个好好好 那么 我又 马上来这个地方的内容 我当好地方 我就港版 有关神娱乐 啥事 也听了 我都弄完港了 对吧 老师家 很开心 我希望 他能够 这一场位 那个夸地聚焙 老师那能够 那夸地聚焙 有些工作 对 有些相当有空间 也希望能够 出这一场 我现在上次 不是港七十八 在六八一场位 六八一场位 少年底 已经去高兴老师了 跟老师听了 很开心 这样子去 那时候 那港一好像 地车来 问一个了 其实一行 也是想 一直都高兴 一个是快 一个就是我觉得 我们在艺术上 包括整体的 一个专长的 艺术质量上 我们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把握 好的呈现 有广大的观众 在这里也请 观众朋友们放心 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正在筹划之中 希望老师 在天上 能看见我们 办的纪念演唱会 我们的纪念演唱会 办的好一点 以为老师在天知名 或论